11万左右 推荐什么车呢 今天我给大家推荐这一台 2018年9月份上牌的马自达西家4 这个是一个2.0排量的一个蓝天活力版 这个车的话整个车没有什么支出 只是说有点喷气而已 这况也是非常的好的 现在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防控机 14年过后 这马自达的话全系基本的使用的是蓝天 装死蓝天技术的防控机了 然后这个防控机呢 有个优点的话是什么呢 就是能启动的时候非常的响 毫不夸张的说 你早上要是出门的话 在小区的话启动的话 整个小区都知道你要出门了 整个车的防控机的话 是整个螺丝都是没有动过的 包括这些减震器的螺丝啊 膝盖啊都是原厂的 防控机非常的新 因为这车的话使用的也比较少 这里有壳烟 然后叶子板里面也是贴有壳烟的 整个车我去收的时候 我还是很满意的 因为呢车况很好 第二点主要是空里数开的少 然后整个车的内饰的话 保养的也很轻 后排有个出风狗 后排的座椅的话 这个的话都是后包的皮哦 原厂的话都是一个布的 这台车我去收的时候 我还是很满意的 因为呢整个车的车况很好 然后主要是开的空里数少 内饰呢 那几乎没有什么磨损 这个车 磨损非常的低 11米多 你会不会选择这种车 如果有喜欢的老爹的话 欢迎评论区评论我 或者实信我